中国有一句古训 叫做天欲其亡 必令其狂 回应立法院长游熙坤说 国产云风飞带已经进入量产 社产可以达到北京 大陆国台办话说得很重 游熙坤这类台独顽固分子的狂言义语 再次暴露他们丧心病狂的本质 如果胆敢一软及时 必将加速灭 两岸关系持续紧绷 引发国际议论的还有 大陆先宣称台海并非国际海域 遭陆委会反击是军事扩张后 美国国务院再次表态挺台 除了重申 台湾海峡就是一条国际水道 也提到大陆针对台湾的侵略言论 和胁迫行动感到担忧 去年以来 大陆方面多次向台湾方面 台湾有关方面 通报了多批 施斑鱼 药物不合格的情况 要求其完善水生物 安全管理体系 台湾方面从未提供 所谓进行整改的证据 大陆声称 等不到台湾针对 石斑鱼 验出禁药的情况 提出改善措施 才会全面暂停进口 同时也表示 在一批台湾冰鲜白袋鱼 外包装 验出新冠病毒 将针对相关企业 暂停产品进口申报 一星期 TVBS新闻 朱光宏林敏珍 北京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